一千零一夜 第五十五夜 夜幕降临 沙赫扎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 杜姆康在伙夫夫妻的精心照料下 身体恢复了健康 他想念亲人 想念家乡 杜姆康问伙夫 这里距离大马士革有多远 伙夫说 六天路称 你能让我到大马士革去吗 你还是个小青年 我怎么能让你独自去呢 你如果想去大马士革 我就和你一道去 如果妻子听我的 想候我一道去 我就在大马士革安家 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和你分手 伙夫专联对妻子问道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大马士革吗 还是想住在这里呢 因为我要送这个小伙子去大马士革 过几天才能回来 凭安拉起事 我真舍不得离开他 担心他在路上遇到劫匪 妻子说 我和你们俩一起去 伙夫说 赞美安拉 你愿意和我们一道去太好了 伙夫夫妻二人商定 与杜姆康一起去大马士革 便开始了准备工作 伙夫卖掉家中的东西 雇了一匹毛驴 经过六天跋涉 于傍晚时分 到达了大马士革 住了下来 伙夫按照习惯上街 买吃的喝的 他们在那里仅仅过了五天 伙夫的妻子便病倒了 没过几天就与世长辞了 这时杜姆康感到十分难过 因为正是由于那位妇女的精心照料 自己才摆脱了病魔 恢复了健康 伙夫对妻子过失感到十分难过 杜姆康见伙夫痛苦 无比便说 不要过分悲伤 迟早我们会进这个门的 伙夫望着杜姆康说 孩子安拉会嘉奖你的 安拉会以恩德补偿我们的损失 消除我们的痛苦 孩子你能陪我到大马士革大街上逛一逛吗 让我散散心吧 杜姆康说 我完全乐意 伙夫站起来 拉着杜姆康的手 来到一个牲口旁下 看到那里有许多风骆驼 驮着大箱子绸缎等物 还有许多匹宝马 是无形的奴仆 和一招整洁的主人 一片乱哄哄 杜姆康问 这些奴仆 骆驼和马匹是谁的 一个奴仆回答 这是大马士革总督 送给欧美尔诺阿曼国王的礼物 其中还有沙姆的地方税收款 杜姆康听人这样一说 不禁泪流盈眶 他引用道 我有一事欲问 用什么方式能够解除思念 选择信使传音讯 信使怎能传递钟情 或许劝我忍耐 不见亲人 只觉心中空空 杜姆康又引道 即使他们离开我 但他们仍然居于我的心 美貌虽消 思念之情不会消影 命中有缘与你相会 长话再续情情 杜姆康迎完师 不禁泪如雨下 火夫说 孩子我还不相信你 真正恢复健康 你只管宽心就是了 不要哭涕了 我真担心你 就禀复发 火夫又是安慰他 又是和他开玩笑 杜姆康不住的哀声叹气 为自己在异乡 与姐姐失散 深感忧伤 止不住 泪水 参染而下 杜姆康迎导 上路被阻干了 何惧死神临头 现实充满欺诈忧虑 虚无缥缈 势难求 人生何不如此 晨起上路 傍晚止留 杜姆康为自己远离家乡 而痛苦失声 火夫也为自己 失去了妻子而哭了起来 但是火夫耐心的安慰 杜姆康直到次日天亮 太阳东升 火夫说 喂孩子 看来你好像想起了你的国家 杜姆康 是的 阿伯 我不能总住在这里 我把你托付给安拉 我就要跟着这只土油队一起走了 和他们一起回到我的国家里去 火夫说 我和你一道走 因为我不能离开你 我为你做了一件好事 还想为你效力 把好事做到底 一直把你送回你的国家去 杜姆康说 安拉必定会嘉奖你的 杜姆康听火夫说 愿意跟自己一道走 心中十分高兴 火夫走去买了些必须用品和一头毛驴 火夫对杜姆康说 你骑着这头毛驴上路吧 若在路上骑累了 你就下来走一走 杜姆康说 安拉为你祝福 安拉会助我报答你的 你为我做的好事 连同一包兄弟都是做不到的 他俩与那只驼队一起踏上了去往巴格达的路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努兹曼的情况 努兹曼蒙上驼夫丢下的那件肚孔 离开弟弟杜姆康 走出耶路撒冷的那家客栈 一心想找点活作 也好挣点钱给弟弟买些烤肉吃 来到街上 努兹曼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禁不住哭了起来 一方面努兹曼想着弟弟 另一方面又思念亲人和家乡 他祈求安拉为他排除这些灾难 于是引导 夜幕垂降之时 只觉得疾病缠身 因思念情深使我感到痛苦不堪 别离的烦恼袭来话多 又不知从何时说 忧愁令我断肠 几乎陷入死神罗网 有烦扰乱心境 思念之火烧我 泪水不住躺 我如何才能挣脱 低头十七盼相见 抬眼却又束手无良策 谁可教我神法 助我斩杀幽鬼绸磨 可怜我的心田 思念 情燃起了烈火 烈焰使人惆怅 怨言何其多 埋葬我的人 可理解我的处境之恶 我一忍耐不下去了 表述难为笔墨 我凭有情启示 愉悦心态从未有过 此话发自内心 我的前程不必多说 请夜宫带我转心 开言切勿迟疑 但求夜神坐镇 无眠长夜何多 努兹曼迎霸向前走去 他边走边左右观看 正在此时 一个贝都英老头 带着五个阿拉伯人走来 老人看到努兹曼 见他容颜俊美 但头上却披着破斗蓬布 心想好漂亮的姑娘 但看上去很穷 不论他是本城人 还是外乡人 我一定要设法 把他弄到手 于是贝都英老头 慢慢的跟了过去 终于在路的峡展处 两人相遇在一起 他呼喊努兹曼 向他问好 他说姑娘 你是自由人 还是奴隶 努兹曼听到有人问他 转眼望去回答 凭我的生命歧视 我是自由人 不是奴隶 在我的身上 你会看到苦难的象征 姑娘 我生了六个女儿 死去五个 只有小的女儿 活了下来 我见到你就想问你 你究竟是本城人 还是外乡人 我想让你到我家里 去陪陪我的小女儿 给她些安慰 让她和你一起玩 忘掉失去姐姐们的痛苦 假若就你一人 我会把你当作 我的轻生骨肉的 努兹曼听老头这么一说 暗自心想 也许能在这个老翁家里 我就平安无事了 她羞涩地地下头去说 大叔 我是外乡人 还有一个生病的弟弟呢 我当你那里有一个条件 白天在你家里 晚上回去照顾我的弟弟 假如你接受这个条件 我就跟你去 因为我是个外乡女孩子 本来是位高贵女子 现在却沦落成了低贱人 我和我的弟弟是从西曼兹来的 我担心弟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我对于老头 听完努兹曼的话 心想 平安拉起事 我的目的就要实现了 他说 那不要紧啊 我只要你白天和我的小女儿 在一起玩 晚上你就可以回你弟弟那里了 如果你愿意 可以让你弟弟搬到我家里去住 贝东英老头 甜言蜜语 终于打动了努兹曼的心 同意到老头家打工 于是跟着老头走去 贝东英老头在前面走 努兹曼在后面紧跟 一直走到老头的红火那里 看见他们已经备好 骆驼驼着许多货物 还带着水和干粮 贝东英老头本来是劫匪 老奸巨华诡计多端 既无女儿也无儿子 边充那些谎言 就是为了拐骗这个可怜的姑娘 老劫匪边走边 努兹曼姑娘说话 赶着骆驼不知不觉走出了 耶路撒冷城 来到城外一看 见同伴们已经骑着骆驼上路 老劫匪便骑上一封骆驼 追赶而去 他们走了大半夜 努兹曼方才明白 那个老头是在撒谎 自己上当了 禁不住哭了起来 此时此刻 他们怕有人发现他们 便向山中走去了 天快亮时他们勒将驻足 老劫匪走到努兹曼跟前说 姑娘你哭什么 凭阿拉启示 你若再哭 我就把你打死 听到这种恶语 努兹曼痛不欲生 真想一死了之 他望着老劫匪说 你这个该下地狱的老坏蛋 你欺骗我 把我骗到这里 对我耍弄阴谋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丫头骗的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劫兹曼说着 举起鞭子走过去 朝努兹曼身上很臭 边臭打边说 你若不住口 我就宰了你 努兹曼沉默片刻 想到病中的弟弟 不觉暗自落泪 第二天 努兹曼望着老劫匪说 你怎么好用这样的阴谋手段 将我骗到这昂山之中 你究竟安得什么心 老劫匪听后心意很 说 丫头 你还敢向我说这种话 话音未落 举起鞭子 向姑娘后背抽去 只打得努兹曼死去活来 努兹曼爬过去 闻老劫匪的双脚 老劫匪这才收起鞭子 老劫匪边骂边说 凭我的锥形帽起誓 如若我听见你再哭泣 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 塞进你的两腿之间 努兹曼没有再达声 沉默无语了 只觉得脊梁疼痛难忍 他盘腿坐着 腿着头 开始想自己的触景 想病中的弟弟 想自己由公主变成了贱民 远离家乡 寂寞孤独 禁不住 泪流 塞边 欺然淫道 岁月有进退 乐极必生悲 人生总有尽头 长命百岁总有一日归 我思欺压寿 怕惊 此难何年何月 一风吹 富贵荣华 转眼事 贵中也孕育着卑微 目的未达到 希望已破灭 独处一乡无情随 但托路人捎个信 告知家里轻而落泪 贝都应老劫匪 听完姑娘引勇的事 同情怜悯之声顿身 他走到姑娘面前为他擦了擦泪 递给他一个大麦饼 说我发脾气的时候是不喜欢别人给我顶嘴的 从今以后你再不要对我说那种过火的荒唐话 我将把你卖给一个像我这样的好人 他会好生对待你 就像我这样对待你 你带我多好啊 姑娘因夜深更长而感到肚子饿得厉害 于是肯露几大口大麦饼 夜半时分 贝都应老头吩咐伙伴上路 讲到这里 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 沙克扎德 恰然直升 感谢观看或收听大妈的多重宇宙 我就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